我的摄友有一种不良癖好 总喜欢在宿舍不穿衣服走来走去 号称解放天性 其他人稍有不满 他就说我们极度他身材好 学校通知要检查宿舍 我提前提醒他好几次 可他偏不听 直到被通报批评 又大吵大闹说我害他丢脸 我一巴掌扇过去让他闭嘴 你要当野人就去原始森林 没人管你不穿衣服 我刚回宿舍 严淼淼就一巴掌打到我的脸上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出仇 见我不说话 严淼淼更像是确认了一般 一把薅过我的头发就要接着动手 感觉到头上和脸上火辣辣的痛 我也爆发了 一把推开严淼淼 骑在他身上往他脸上招呼上去 是我叫你天天在宿舍裸奔的吗 就你那样子我还嫌辣眼睛呢 平常不跟你计较 是因为我心胸宽阔 但是你敢打我这事就没完 还叫你出仇 我打到你吃香才对 严淼淼今儿没我大 刚开始滑了几下之后 就被我压着打 另外两个摄友见情况不对 急忙来拉架 淼淼 木子你们别打了 和我关系好的杨阳 趁机一脚踩到严淼淼手上 严淼淼立即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别的宿舍的人帮忙找来了速拐张阿姨 张阿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我们拉开 严淼淼一秒落泪 七七爱爱地拉住张阿姨的手 阿姨 他们三个联合起来打我一个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们宿舍四个人 齐刷刷地站在张阿姨面前 张阿姨黑着脸 给导演打了电话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宿舍打架 我们三个还没说话 严淼淼就带着泪 扭曲了事实 严淼淼说我没告诉他 今天有领导来检查 自己没穿衣服 在宿舍找东西的时候被人看光了 是我故意设计他 特意叫他丢了这么大的人 另外两个社友更是向着我 平常孤立他就算了 今天还拉偏价 张阿姨听完之后 看下严淼淼 原来你就是今天那个没穿衣服的女学生 你知不知道这事对学校影响有多大 说完后又看着我 你是宿舍长 为什么不通知他 我真是比逗鹅还冤 我拿出手机 点开宿舍群 里面我足足发了一百条消息 有语音有文字 特意提醒了严淼淼今天要穿衣服 另外两个社友 杨阳和白珊珊也忍不住帮我说话 张阿姨看完消息记录 看下严淼淼想听听他怎么说 严淼淼楚楚可怜地对着张阿姨说 就算他在群说了 也没说专门通知我呀 这不就是想让我出丑吗 我看着群里的一百多条消息 对着严淼淼冷嘲热讽 宿舍群里一百多条消息还不够 还得我给你单独发 你得多大的脸才能说出这话 导员赶来之后 看着严淼淼一阵头大 怎么又是你惹乱子 转头又看见我 导员拍拍我的肩膀 木子你放心 老师一定还你的公道 严淼淼淼天天在学校惹是生非 今天觉得讲学今没有自己 就是有黑怒非要查的抵朝天 明天觉得别的怨戏的帅哥 是他的白马王子 死皮赖脸的 要加人家联系方式 全然不管人家有对象 喜欢惹事还不低调 又喜欢装无辜 不明真相的人 看见严淼淼楚楚可怜的模样 总是偏向他那边 一听见导员这么说 严淼淼又要哭了 老师你怎么老偏心别人啊 严淼淼说着 舅舅要往导员身上蹭 我们导员要是女的就算了 关键人家是男的呀 一看见严淼淼的动作 导员连忙往张阿姨身后躲 你有话好好说 别离我太近 严淼淼吃了笔 噎嘴对着导员 我看后快恶心的吐出来了 拜托 你今年二十了 不是两岁 人家小孩子做叫可爱 你做叫骚扰 严淼淼淼不站立 被导员逼着给我道了歉 导员在临走前 严重警告严淼淼淼 叫他少弄些幺蛾子 严淼淼一听这话 眼泪刷了一下就出来了 气气哀哀的看着导员 吓得导员立马走了 这件事一出 我们宿舍彻底划分阵营了 严淼淼一个人独来独往 我们三个人一起结伴 时间久了 班里难免传出一些风言风语 说我们三个孤立他 严淼淼特意找到那些人说没有 虽说是解释 但是看上去更像是承认 严淼淼嘴上说着没有 眼泪却一直掉不停 连爱欲大爆发的严淼 带着严淼淼找我们三个当面对峙 我冷着一张脸轻笑 严淼淼 我们有没有欺负 你你心里应该有数 少来我面前刷存在感 见我强硬的态度 严淼当即拦住我们的去路 你们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少在你面前刷存在感 严淼淼躲在群众背后 眼里一闪而过得得意 对我捉了正着 这可有得聊了 杨阳 你说严淼淼在宿舍喜欢戴什么呀 我将头扭向杨阳 是一台接着说话 好像是杨阳话还没说完 就被着急的严淼淼打断了 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 哪有什么矛盾 杨阳你真的误会了 严淼淼拉着严淼急忙走了 严淼被拉走的时候 还对着严淼淼说 没事淼淼 你说出来 我肯定替你讨回公道 严淼淼哪敢 让我们几个说出来 他喜欢在宿舍裸奔的事 他只想讨回公道 可不想被大家知道自己的秘密 回到宿舍 我们三个人早早上床 严淼淼回来之后 见我们三个人不跟他说话 照样我行我素的脱了衣服 我看见只觉得辣眼睛 严淼淼见我看他 骄傲的挺起胸脱 怎么你没有吗 我的可是 我急忙拉上帘子 要是严淼淼像上次一样 直接给我打一架 还有个说 他搞精神攻击这套 真是无人能敌 我不搭理严淼淼淼 严淼淼淼还以为是戳中了我的心事 他在闲庭心不得走着 边走边教育我 我知道你嫉妒我身材好 这是天生的没办法 大家都是女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要我说 大家在宿舍 就该像我一样解放天性才对 解放天性 我看是将古怪的体好合理化吧 上次被校领导撞破的事 我看是没让他长点记性 听着严淼淼滋滋不倦地教导 我黑着脸拉开窗帘 你要是再不闭嘴 信不信我现在就下去删你 严淼淼看我不像是开玩笑 信信地闭上了嘴 杨杨给我发了消息 感谢我张一只言 不然再听下去 他也要下去删严淼淼了 严淼淼闭上嘴之后 宿舍终于清静下来了 没过一会儿 严淼淼嘻嘻嘻嘻地穿上衣服出了门 我看了他时间 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要是不出意外 他肯定是去找严淼诉苦了 毕竟这个时间宿舍马上要闭寝了 他也出不去 等到严淼淼回来的时候 还带上严淼 严淼一进来 就像是守护孩子的妈妈 对着我们几个开始疯狂输出 还说要带严淼淼去他们宿舍 听见这话我可就不困了 我们床上的三个人纷纷探出头 都看向严淼 你说的是真的 要带严淼淼去你们宿舍 当然是真的 我脸上的笑意快藏不住了 好好好 这可是你说的 千万别后悔 一件常用的衣服和洗漱用品 跟着严淼走了 我们目送他们离开的背影 只能助严淼他们宿舍的人好运 过了一周 严淼淼果然被赶回来了 他刚开始住进去 还能克制一下自己 一脸的柔弱让大家都心生好感 尤其是听说严淼淼是被我们宿舍赶出来的后 他们都保护于爆棚 但是时间久了 严淼淼开始暴露出本性了 他开始在严淼他们宿舍裸奔 不过比在我们宿舍的情况好点 在严淼他们宿舍 严淼淼好歹还穿着贴身的衣服呢 有次他们宿舍的人回去 看见严淼淼只穿着贴身衣物在喝水 以为是下床喝水马上就上去了 结果没想到 严淼淼喝完水之后就在座位上坐下了 那位好心的舍友 还以为严淼淼忘记穿衣服了 好心提醒了一下 严淼淼直接凑过身去 问那位舍友他的胸大不大 屁股翘不翘 说着还拉起那位舍友的手 想让他亲自感受一下自己的尺寸 奔放的言语和狂放的行为 直接让那位舍友落荒而逃 严淼淼淼还一脸莫名其妙 等到严淼晚上回来的时候 也被严淼淼的内身装扮吓了一跳 严淼提醒之后 严淼淼淼满不在乎的说 我有的你也有 有什么好害羞的 说着严淼淼淼就要解开胸罩 严淼吓得直接给严淼淼披上了大衣 严淼淼一脸不解 我们都这么好的关系了 让你看他也没事 我之前的舍友都见过了 严淼淼这个奇葩 让严淼他们宿舍背着他 紧急召开了宿舍会议 经过大家的一致商量 决定还是把严淼淼还回我们宿舍 请神容易送神难 严淼先是和严淼淼好生好气的商量的来 严淼淼自然是不答应 他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和舍友们相处的也不错 为什么要赶自己走 严淼淼甚至觉得是因为自己身材太好 但严淼嫉嫉妒了 所以才要赶自己走 严淼健软的不行 只好来硬的 趁着严淼淼出去上课的时候 他们宿舍的三个人 将严淼淼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打包送到我们宿舍门口 严淼淼坚实要把自己赶出去 当即大闹理场 严淼淼冲进严淼宿舍 一把拉起严淼 严淼 当初是你自己提出来叫我来住你们宿舍的 现在你又要赶我走 你到底什么意思 严淼想着不想把关系闹得太焦 还好生好气的跟严淼淼说是因为两个人睡在一起太急了 所以想让严淼淼搬回去 严淼淼听见这个答案 蛮不在乎的说 你觉得即我可以和别的摄友一起睡啊 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全部收拾出来 被严淼淼点名的那三个摄友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表示拒绝 严淼淼看周围宿舍的人都好奇地站在门口的时候 一改蛮横的样子 眼里立马带上泪 瑶瑶 亏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结果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真的太失望了 严淼淼说完后 不看人群捂着脸跑了出去 穿去变脸的速度惊呆了严淼淼他们宿舍的人 不明真相的大家运谴责的目光 看着严淼淼他们宿舍的人 严淼宿舍的人纷纷张嘴解释 可惜没一个人听 大家都只相信自己七眼所见的 严淼看向我 真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我走过去拍拍严淼的肩膀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宿舍的人都不理他了吧 严淼淼搬回我们宿舍之后 终于老实了一段时间 严淼因为那事也算是彻底和严淼淼败了 没人搭理他 他就一个人在那自娱自乐 只要白天没课 我们宿舍的人就会不严而同的去了图书馆 只为了避开严淼淼 宿舍没人更加解放了严淼淼的天气 我们从图书馆回来的时候 严淼淼经常傻也没穿坐在椅子上打游戏 只要他不来招惹我们 不论是打游戏也好 还是裸背也好都无人在意 原以为严淼淼就自安分下来了 没想到他是在憋大招 晚上我回来洗漱的时候 发现新买的泥膜居然少了一半 我是一粥一服 现在这瓶新的才用了两粥 怎么可能下去了一大半 宿舍就一个闲人 不是他还能是谁 我冷的一张脸 走到还在把游戏的严淼淼面前 你是不是偷偷有我的泥膜了 严淼淼淼朝我散了的白眼 你有证据吗 没证据就别乱说 严淼淼用身子撞开我回到床上 接着叫游戏里的男生哥哥 顺带还阴阳了一波我 哥哥 我的社友没有证据 就乱诬陷人 人家才不会私自用别人的东西呢 对面的男生也配合着说 是啊 我家宝宝怎么会用别人的东西呢 要是没有的话 我肯定会给宝宝买的 严淼淼甜的道谢 两个人接着你能我能的甜蜜双排 既然死不承认还想要证据 那我就满足严淼淼的心愿 我回到床上 在某购物软件购买了人体可用绿色荧光剂 过了一周 荧光剂到了 我把荧光剂加了进去 我倒要看看 这下严淼淼怎么狡辩 果不其然 严淼淼淼的脸发绿了 严淼淼半夜上完厕所 看到镜子里的绿脸 吓着尖叫出声 跌坐在地上 我们三人都被吓醒了 严淼淼指着镜子 大叫 啊 有鬼 有鬼 我清醒之后看到绿光 故作惊讶地说 哎呀 我那瓶泥膜里不小心加了绿色荧光剂 你脸上怎么发绿了呀 严淼淼听见这话 心里平稳了不少 他拍拍自己的胸脱 长舒了一口气 我承认也没关系 荧膜里的绿色白天也能看见 要是你明天脸上荧光绿掉了 我就跟你道歉 要是没掉 咱们就另算 话说到这份上 严淼淼硬着头皮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 严淼淼开始吆喝着身上疼 还说要我们送他去医院 我看着严淼淼脸上的绿色 你要是认输就认输 别搞装可怜那套 严淼淼捂着腰 疼的眼泪都出来了 我承认我偷偷用了你的泥膜 但是这次是真的 求你们送我去医院 眼见事情不对 我们几个手忙脚弯的打了120 顺带通知了导员 在救护车道之前 我们三个七手八脚的 给他穿好衣服 边穿衣服的时候 严淼淼还趾高气扬的 叫我们动作清点 要不见严淼淼真的动不了 我肯定掉头就走 谁想伺候这么个不穿衣服的大小姐 我们看见都觉得辣眼睛 到了医院之后 医生经过检查 严淼淼淼是把腰扭了 脸上的荧光继一周之后 结果因为皮肤的代谢而消失 导员直接来了医院 看见了满脸绿的严淼淼淼 先是一惊 听我说完原因之后 导员也无语了 你为什么偷用别人东西 事情败露之后 严淼淼淼非但没一点心虚 还对着导员装可怜 导员 我就是借用一下 谁知道他那么斤斤计较 还往里面加东西 我冷哼一声 说得好听 我同意了嘛 你就用 严淼淼翻了个白眼 大不了我把钱转给你 你说吧 多少钱 五百 严淼淼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那么一小罐破东西 你想偷我五百 我翻出购买记录 瞧好了 就是五百 可别说我讹你 快点转钱 导员在场 严淼淼淼迫于导员的威严 给我转了钱 看见钱到账之后 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可怜导员还要在医院 守着严淼淼淼 严淼淼出院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问我要那半罐面膜 看我正愣的表情 严淼淼推了我一把 你不会扔了吧 那可是我花五百块钱买的 要是你扔了 得赔我五百 当初杨阳说要扔的时候 我幸好没同意 在洗漱间的架子上 这个答案明显不是严淼淼想要的 他预想的应该是我扔了 然后顺理成章的要回五百块钱 结果还留了后手 严淼淼冷哼一声 去洗漱间找在半罐家里萤光气给泥膜了 找到之后 严淼淼打算拿回家用 我善意提醒 那东西用得久了 可就不一定能洗掉了 其实也不算是善意 主要是派严淼淼借此恶上我 严淼淼淼犹犹豫过后还是没扔 我提醒过了 是他自己不听 非要做死那时也没办法 本来宿舍里已经形成了诡异的平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严淼淼喜欢在宿舍裸奔的事被传了出去 刚开始是小范围的传播 后来全校都知道了 严淼淼走在路上被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 甚至有的下同男过来问严淼淼多少钱一晚 严淼淼哪受得了这委屈 疯了一样的开始查 到底是谁传出去的 查来查去 最后居然查到我身上了 严淼淼怒气冲冲的找我来对质 你要是嫉妒我身材好就直说 别搞下三滥这套 我一脸莫名其妙的看见严淼淼 你有病吧 严淼淼见我不承认 发了疯的朝我吼 你别敢做不敢当 之前每次都是你故意害我 这次又变本加厉了是吧 我冷的脸推开严淼淼淼 有病就去看 别来烦我 严淼淼淼抄起手中的书 狠狠砸到我头上 我伸手去摸头 发现手上有血 周围的胆小的女生发出尖叫 尖锐的声音 让我的大脑短暂的清醒了一瞬 严淼淼淼看见血 害怕的往后退了一步 哆嗦着声音问我 木子 你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扔下手中的东西 直接将严淼淼淼的头按在地上 一下接一下的往严淼淼身上招呼 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种亏 今天不把严淼淼整死 我就给严淼淼淼以后当孙子 见我不受控制了 周围的男生想上前拉架 我扭头 狠狠地看向他 少管闲事 兴许是我头上带血的模样 太过害人 但在意识之间也不敢再上前 因为失血过多 还没等导员赶到 我就一连血地晕倒在地上 等导员赶到的时候 看见我一连血 快要心梗了 他指着颜淼淼 要是木子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导员跟着120走了 颜淼淼留在原地摆口墨电 我在医院醒来的时候 看着导员 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 导员看着我 对我说 木子你放心 这次学校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我对着导员道谢 我的室友杨阳和白珊珊 也来医院看我了 见我头包的小木乃伊 杨阳蹭下站起来 说要去为我报仇 白珊珊急忙挖住杨阳 杨阳你别冲动 杨阳指着我的头 木子伤成这样了 你叫我别激动 白珊珊看着杨阳 笑着说 导员都说了 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交代的 导员摸了摸头上不存在的汗 你这次学校一定会严查的 杨阳你别激动 要相信学校 相信老师 杨阳还想接着说些什么 就被白珊珊拉着坐下了 木子 你现在是轻微脑震荡 头部有少量雨血 你看要不要起诉 要起诉的话 我可以叫我爸爸找最好的律师帮你 我感激地看着白珊珊 那就拜托叔叔了 颜淼淼带着不值钱的果盘 珊珊来迟 你看见我 颜淼淼又流出鳄鱼的眼泪 他哭着对着我道歉 说自己知道错了 叫我原谅他 我闭上眼 只觉得颜淼淼过噪 炒得我头更疼了 杨阳直接拎起颜淼淼送来的果盘扔出门 不需要你的假猩猩 赶紧滚 颜淼淼求助的看伤保员 导员为了躲避 开始低头玩手机 你们 你们欺负人 颜淼淼一跺脚 抹着泪跑出医院 我睁开眼 看着颜淼淼扭捏造作的背影 怀疑他其实是脑子不正常 哪有正常人喜欢在宿舍裸奔 除了事不反思自己 总喜欢在别人身上找问题 善于穿去变脸 只要别人一说重话 他就能立马眼里带泪 让旁观者以为他被欺负了 我只能说 遇到这种人 是我倒了八百辈子的血眉 颜淼淼来道歉 我不接受 他就坐在医院的地上 撒破打滚 医院的保卫科联合起来 才把他赶出去 我终于得了清静 头也没那么疼了 或许是见我很久都没动静 颜淼淼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 对我心里的那点歉意也没了 住院的半个月 颜淼淼只来的那一次 所谓的道歉也就是表面功夫 好了一点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起诉颜淼淼故意伤人 颜淼淼收到传票之后 才发现我是在动真阁 急忙来医院找我 奸细的声音刺激得的头 又开始隐隐作痛 木子 我已经给你赔礼道歉了 你到底想干嘛 第一 我没有答应你的道歉 第二 我也不会接受你的道歉 既然我怎么都说不通 颜淼淼朝我走过来 我冷眼看着他 你想干嘛 就在我以为颜淼淼要使坏的时候 颜淼淼一下子跪在地上 木子 算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行吗 看着颜淼淼满脸的悔恨 我心里没有丝毫动摇 又是这样 每次都是知道错了 楚楚可怜的道过歉 就以为事情翻篇了 错误永远不改 永远需要别人的包容和忍让 我又不是颜淼淼他妈 凭什么每次都原谅他 我拒绝了颜淼淼 不行 颜淼淼渐软的不行 临走的时候对我放狠话 木子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别后悔 我一脸莫名其妙 我后悔什么 我这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我干嘛要后悔 听杨阳说 颜淼淼现在在学校里面 天天说些抹黑我的话 说我其实早就出院了 现在不回来 是因为有男人包养了我 还有更里头的 他说我现在其实是在坐月子 大家都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他是在胡边乱扯 这下子颜淼淼更出名了 以前是爱丽无辜的小白花人社 现在是喜欢造谣的长舍妇 大家看破不说破 都把颜淼淼当变子宠物 养着看笑话 直到我把颜淼淼告了之后 不少喜欢八卦的人 都来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没什么不能说的 一一毁了是 见我这么好说话 有不少人又接着问我 颜淼淼喜欢在宿舍 裸奔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这是颜淼淼的私事 就算是我和颜淼淼 已经闹僵成这个地步 我也不会随意说出来 这是我的教养 但是有些人不问出来是不罢休 我实在烦了 干脆全部拉黑 出院之后 颜淼淼找人想来毁了我 医院离学校很近 走路大概十几分钟 我天天在医院躺得快发霉了 于是打算走着回学校 回去的路上 我看见一位面向和善的老奶奶 在飞里的推车 出于好心 我搭了把手 那个老奶奶说什么都要感谢我 要拉着我回家 作为从小接受乐于助人教育的好青年 我连连白手拒绝 暗场你说 我拒绝的意思表达得这么明确了 对方不会再接着热情相邀 但是这个老奶奶明显不对劲 老奶奶死死拽着我的手 怎么也不松开 我发现挣脱不开之后 立马笑着说 既然奶奶你这么想跟我去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老奶奶说的这话 手上的力度小了不少 一脸热情地拉着我就要走 我趁机抽出手 转而去推车 奶奶您在前面走吧 我来推车 那奶奶乐呵地朝我道过谢 看我的眼神更和善几分 我和奶奶对视一眼 觉得后背的鸡皮疙瘩要起来了 应付着笑了一下 这一路上 这个老奶奶应是半步都不离开我 死死跟着 看着她去开门了 我撒腿就跑 那奶奶打开门后急往外追我 院子里还跟着出来一个男人 我听见动静 跑得更快了 直到跑到校门口才当回头看一眼 老奶奶原本和善的眼神变得怨堵 躲在人群中死死冰着我 那男人看上去像是傻子 直咕咕地看着我笑 嘴里还流出口水 老奶奶耐心地擦掉傻子嘴角的口水 哄着傻子走了 我脑海中不受控制的 爆出很多女生因为善良被害的新闻 感到一阵后怕 幸好我机灵 不然今天再劫难逃 如果不出意外 那个奶奶是想让我给傻子当媳妇 这么恶毒的事谁能干出来 严淼淼 我回到宿舍 严淼淼难得地穿着衣服 她看见我吃了一惊 你怎么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怎么了 严淼淼善笑着 没什么 没什么 严淼淼的不自然 更让我确定这件事她知道 这么处心积虑的害我还没成功 不知道今晚严淼淼还能睡得着吗 晚上 严淼淼出去打了电话 我悄悄跟在身后 妈 怎么这样你都没成功 现在木子有了防备心 以后下手就更难了 我急忙打开录音 录下的严淼淼说的话 电话快结束的时候 我又悄悄溜了回去 杨阳见我这么偷偷摸摸的 想开口问我干嘛去了 我急忙走到她身边开始搭话 严淼淼下一秒就进了宿舍里 杨阳配合着和我聊天 等严淼淼上床之后 杨阳发消息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回她 等会上去跟你解释 我和杨阳说了 今天下午遇见的事情 杨阳的床上猛地发出巨大的动静 我连忙发消息 让杨阳先冷静一下 杨阳瞬间给我发了几十条消息 大多意思都在说我太善良了 骂我脑子不好 我和杨阳说了我的计划 叫她千万别露线了 杨阳连发了几个白眼 才答应 但是看淼淼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的 好在杨阳平常也是这么对待她 严淼淼也觉得正常 自从遇见那个老奶奶和傻子之后 我出门从不落单 不只是我 我也特意和白珊珊说了 白珊珊爸爸知道之后 特意安排了几个保镖 穿着长服暗地里保护我们仨 提心吊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连连感叹有钱真好 眼见快要开庭了 傻得她没得手 严淼淼急了 她主动约我出去玩 我又不傻 肯定不去 严淼淼吃了别也没放弃 反而越挫越勇 更加坚持邀约我出去 我跟白珊珊接了保镖 但他们在后面跟着我俩 发现不对劲 直接踹门就行 见我终于同意 严淼淼激动地请我喝了杯奶茶 说实话我都害怕奶茶里有名药 但是又想了想 严淼淼这么抠的人 应该不会舍得这么浪费 严淼淼淼带我去了饭店的包厢里 包厢里坐着的 果然是傻子和那个老奶奶 严淼淼脸上露出得意的笑 木子 等你嫁给我哥之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之间还追究什么责任 我笑了笑 谁说我会嫁给那个傻子了 一听见我叫傻子 严淼淼和老奶奶面上表情都不好看 老奶奶对着我开口 什么傻子 这是你老公 我警告你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将手中的杯子狠狠砸在地上 门外的保镖听见动静一脚踹开了门 老奶奶和严淼淼淼看向门口 眼里全是震惊 傻子只归傻乐 看着我叫媳妇 开庭的时候 我提交了严淼淼淼想害我的证据 所以严淼淼轻的盘 六个月虽然不久 但是能在严淼淼的履历上留下重重一笔 看着严淼淼灰白的神色 我心里十分满意 严淼淼不用谢我 好好享受你的免费饶饭吧